12年国教推出后 许多人都无理看花 因为光是第一届的考试分发 就足以让学生 家长和老师 评于分明 县市所有考生都参加 5月免试入学会考 6月第一次免试放榜 不满意的再拼7月特招考试 等到8月初特招放榜出炉 所有落榜的学生 还要再进行第二次免试入学 混乱的结果 就是让许多学生没有学校念 只好在8月下旬破天荒进行续招 原本好心要减轻压力的教育部 却因制度的混乱 无形中减压变加压 让升学这条路更加坎坷 如果我们用霍国殃民来描述教改 可能太严重了一点 但问题是不适当的教改 或是不适当的教育政策的修正 如果你毁掉了一整个世代 对于整个台湾的竞争力 你就等于一整个世代 搞不清楚自己的未来 跟真正应该发展的能力在哪里 神联国教当初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改革者说要降低学生压力 但真的降低了吗 我想宇同自己也是 实际经历过12年国教的人 那你觉得在你个人看起来 跟你的同学看起来 你觉得压力真的有降低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 因为虽然说是12年国教免试 但是你基本上还是要去参加 那个叫会考的那个考试 所以有考试你就要准备 有准备你就会有一些压力 因为在准备过程中 你一定会有一些比较 那压力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父母对你的期望 还有一些同侪之间的比较 我觉得压力是完全没有减少 反而是这个让我们不清楚的制度 让我们更觉得 我该怎么准备 那我真的考上了之后 我的志愿我要怎么填 反而是更不清楚 那我觉得压力其实是不减反增 那我其实想要再请教 就是在补习班方面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现在国同生大部分都补习 那我个人认为补习班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交场合 要把妹啦 或者要跟朋友交流 很重要 所以相信之下 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很相信补习班的老师跟主任 有很多的心事会向补习班的老师 主任跟朋友倾诉 那李峰你自己实际看了这几届参与生联国教的学生 你觉得他们压力有减轻吗 我觉得最根本的说 压力其实来自于竞争 那其实现在少子化已经渐渐的在发酵 所以其实学生的压力相较于数十年前 其实早已经大幅的减轻 那么他们其实真正主要压力的来源 是来自于学制 这个一年一年都一直在变 导致于说家长跟学生无所适从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压力来源 其实是来自于学制的一变再变 那其实真的过了这一个考试之后 学生进入到高中这一块 其实他们的压力并不如我们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社团上面 那可能是在手机的软体上面 其实他们不见得把他们的时间 神魔之塔的分数跟排名很重要 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对 他们不见得是把他们的心思投注在学业上 所以其实谈压力过大 我觉得是有一点太over了 所以也就是对你实际接触的这些国中生而言 你看他的压力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没有 其实相较于十几年前 其实现在学生的在高中或者在国中这一段 他们的压力其实已经是大幅的减轻 主要是因为学生的人数 以及家长其实给小朋友也不见得说 一定都是要投注在课业上 所以其实他们的压力相较于之前已经有 确实已经有大幅的减轻了 所以这个李峰在体制外看到的 其实压力减轻了 但这跟神领国家又没有关系 其实整体的制度跟你的竞争者变少了 那余老师您在体制内 你看到的国中跟高中的压力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刚来宾都有讲到所谓整体的压力应该没有降低 那我这边比较想谈压力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第一线的教学老师 是比较希望把过去所谓的照本宣科 填鸭式的整个教学的压力 转换让学生有主动学习的压力 应该是正向的把压力值转个面向 而所谓的压力减轻 我是觉得教育部可能没有讲清楚 因为我们整个压力对于学习是很大的一个诱发点 那高中跟国中之差只在 国中孩子他没有办法 适性知道他要升学的方向进入 所以他们都很相怨的就只能把课本的书念好 然后高中生至少他社团多 然后他的社交圈比较广 所以他的压力某部分来自于未来的就业 某部分在他的升学的科系 但是我们国中现在比较死板 还是在怎么找好高中 其实这个压力的来源 我觉得我们慢慢有在转变 不如外界讲的 我们真的要把压力减轻 其实大家应该把焦点回到 国中的压力的引导 这方面才是正途 对因为我自己实际教学的经验 我到大学去教书 我都很想要体罚他们 因为坦白讲 现在的问题是学习动机 就我们一直在讨论压力 但在教育部殿堂里面人都没有想到 你没有压力 你怎么跟他讲有什么学习动机 我觉得要请教理事长的是 对于压力这件事情 你实际从家长的角度 跟你从学生的角度 你来看这件事情是压力究竟是好是坏 压力终于增加还减少 那追求没有压力的教学是真的国家之福 或者是整个教育体系之福 其实刚刚大家都讲得很好 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为什么会有这种 哎呀小孩压力太大 其实就来自于我们 以过去 比如说30年前 这真的是30年前的事 升学压力 大家那个时候就填压升学 所以大家都误以为说 小孩的压力很大是来自课业 可是第一 现在我们大学的名额比学生还多 我们高中的名额也比我们学生还多 哪一个小孩想念书 没有学校念呢 所以这个压力早就解除 第二个是家长观念改变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痛恨 就这个官员每次都说 你们家长 马英九说的 你们家长观念要改 拜托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小时候跟我现在对我的小孩 观念当然早就改了 可是你们做官员的人 你还停留在30年前的教育观念 30年前的现实感 你完全都不知道 社会已经改成什么样 家长的观念改了 所以其实我们回到原来的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一直要去强调减轻压力 压力是什么 你有看过没有压力的人生吗 你要让小孩在从小觉得说 我就是应该在一个 没有压力的升学环境下成长吗 我要学习 要没什么样都没压力吗 这个是 这个是魅于事实 这是给小孩错误的教育 所以你们现在等他们长大了 他们快乐的不得了 长大了之后 你就说你草莓族啦 没有办法有那个什么 受经不起挫折啦 忍耐度低啊 这谁造成的 是你们在他学习的过程 一直的告诉他 把这个没有压力 作为是一个学习的主要目标 人生的主要目标 那这个是害了我们的小孩 让我们的小孩 你看各位看到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老师啊这样能看到 我们的小孩从国中开始 他们都没有压力 他们根本没有在念书 一个学校真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是说他也没什么觉得需要念书 他的人生也不知道 以前我们虽然呆呆的 可是我说我想要这样 我想要这样 你就会念书 我想要去工作 我家里怎么样 我就是我念完高职去工作 现在呢高职也是要升科大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帮他铺好 是一条康庄大道走向大学 他什么事都不要做 他就可以去当大学生 走向一个软烂人生 对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变成鲁蛇嘛 那这个当然是对我们 一整个世代 就刚刚主持人讲 国家的竞争力全部都毁了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孩子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 这真的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其实稍稍想要岔开来 就是神典国教产生了很多 原先意想不到的现象 譬如说补习班生意变得很好 因为大家觉得你说学习压力变轻 可是你怎么在这个压力变轻的当中 稍稍的突出来 就变成非体制教育变得还蛮重要的 李峰黎老师 请问贵补习班的生意确实有变好吗 确实有因为12年国教的关系 那么我们后续发现 学生在高中就学之后 有非常大的不适应 然后就直接来我们补习班 这个寻求资源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说 在12年国教之前 其实每一个高中学校的老师 他其实被分配到这些学生 他的数字都落在一个范围之间 可是12年国教之后 因为质源序因为制度的一直大幅改变 所以其实在一间学校里面 学生的程度已经有很大的扩散的现象 而其实在特定高中教书的老师 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性的 已经习惯教的某一个程度的学生 那你今天派发给这个老师的学生 有很强的也有很弱的 那变成是很强的这一块学生 跟很弱的这一块学生 他们学习的权益就受损了 那么这个在经过了几次断考之后 家长发现 那么就会寻求补习班的资源 我觉得其实大家接下来可以讨论的是 12年国教造成了这么多负面的影响 他原先的概念到底有没有达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